这个结婚是我胁迫的 要不然怎么坚持都没有了 我敢说 没有人的婚礼比我们更惨 但是在二十多年前 我和我老公当时的男友 都在葡萄大学读研究生 然后有一天呢 我们打算结婚了 那时候对美国也不太了解 也不知道去哪里结婚 我办公室有个美国同学 他告诉我说去City Hall 就是这种中心 远顶新的房子 到那里去结婚 我们就开着我们的那个老爷车 八百多块钱买的 然后哐里哐浪的就去了 一路上都很担心 那个车会抛锚 然后呢在路上看见了很多装神怒鬼的 因为那一天呢正好是万圣节 就觉得看见了很多鬼啊 骷髅啊之类的 觉得挺不吉利的 但是抽得出来了 大家也都挺忙的 就把这事办了吧 后来呢我们就到了这个市政中心 找到了这个管事的大妈 我们看了两个人的证件 就给我们了一张marriage license 我们以为这就完事了 结果这个大妈说 这个marriage license 结婚执照 它只是允许你结婚 你还要去找一个人 主持一下这个仪式 然后呢就把这个marriage License 换成marriage certificate 结婚执照 换成结婚证 我们就问 那找谁主持一下呢 他说 那你到楼上去 楼上三楼有法官 我们就赶紧上楼 因为那时候已经快要下班了 我们上了三楼 就看见了一个 矮矮胖胖的一个法官 穿着个黑袍子 长得挺有喜感的 我们就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正在收拾东西 应该是要准备下班了 看见我们急匆匆的进来 就赶紧用最快的速度 走了一遍流程 就说 Dearly beloved We gather here today to join this man and this woma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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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像电影里的 结婚典礼一样 但是呢 是从三倍速快进了 然后呢 法官就说 现在你们可以交换戒指了 我跟他都傻眼了 因为都没有戒指 我就问法官说 没戒指 这婚还能结吗 法官说 哦那没关系 我们继续 然后呢 他就说 根据这个印第安纳州的法律 I know Announce your husband and wife 我全部领结婚夫妻 然后对我老公说 因为Kiss the bride now 可以闻你的新娘呢 我还有点羞涩 但是呢 半天都没动静 我就看了看我老公 他就处在那儿 一动也不动 法官看他不动 别给整不灰了 法官就一脸碰火地 看着我老公 我估计这是他 从业多年以来 头一次看见一个新郎 不肯问新娘 他是不是都怀疑 这个结婚是我胁迫的 要不然怎么坚持都没有了 然后呢 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了以后呢 我就问我老公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刚才为什么不Kiss我 结果呢 我老公说 啊 啥 我没听见 这个法官说话说太快了 我这个英语听力也不太行 完了到我老公还很生气 他怪我 说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 脑袋那个法官 死死地盯着我 好像我是个白痴一样 我也很气 我说 你不Kiss我 我已经很尴尬 你还要我跑去跟你说 求你Kiss 你让我连往哪儿搁啊 反正呢 回去的路上 就一路都在吵架 等回到office 我已经很想离婚了 然后那个那个同学 看见我回来了说 哦 你结婚了 恭喜你啊 我其实很想问他 去哪里离婚啊 这就是我婚年的整个过程 有人比我更惨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